三场两分零进球 国足匆匆结束了本届亚洲杯 并未满足续约条件的杨克威奇在等待下课 国足每一次失败 大家都会进行反思 而每次反思的结果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以至于反思来反思去 大家都逐渐麻木了 球员年龄真实性存疑 打甲球从娃娃抓起 贪污社会成为潜规则 就连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都成为了利益输送的重要筹码 在如此糟烂的环境下 你如何指望中国足球的良性发展 本期亚洲杯有料 足球四季函和中国足球那些事一起 跟大家聊聊放大镜下的中国足球 在前段时间 杨氏播出的持续发力纵身推进的纪录片 分为四集共十二个案例 其中杜赵财陈旭员李铁等人出境的足球反腐 是受关注度最高的 但要说问题的严重性 足球反腐显然不算靠前的 比如说杜赵财和陈旭员在纪录片里提到的 善金额都是数千万元 同样是在纪录片里提到的 辽京省连续三任公安厅厅长 李温锡收受贿赂 攻击5.41亿余元 却亨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攻击1.35亿余元 王大伟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攻击热合人民币5.55亿余元 而其他十一个被放出来的案例 要牵扯到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例 还有牵扯到粮食 公安消防 乡村建设 维建房屋这种与我们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案例 四个月前 昔日首富徐家义被抓 在徐老板之前 前恒大品牌负责人柯鹏被抓 在徐老板之后 前恒大俱乐部董事长刘永卓被抓 失去了昔日的核心三人组 可以说自此恒大足球失去了灵魂 恒大足球风光无限的那些年 背后就不发争议话题 比如2015年亚冠决赛 恒大突然将胸前广告 从原来的某汽车品牌广告 换成了自家的品牌广告 引发轩人大波 恒大胸前广告事件 只是中国足球问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足球这些年 个别企业 个人视规则为无物 凡事都拿钱开路 任心妄为 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从主席主席到国家队主教练 先后锒铛入狱 可以说 中国足球的这些问题 既是社会问题中的一个环节 但又有其独特性 总有人说 中国足球踢不好 是情绪问题 是人才问题 现在社会这么多诱惑 家长这么多选择 为什么要从孩子去踢足球 目前正在做清训的前国家杨旭 在直播连线中明确表示 中国12岁以前踢球的孩子 并不比日本少 那为何中国清训频繁出现 12岁就退一的现象呢 被谈及最多的 无外乎体教结合没有打通 校园足球没有发展起来 以及基层教练水平不够 对于有关方面 砸下重金 却没有把体教结合给打通 前国家李金鱼 接受足球报采访时直言 自己孩子踢球 都会觉得前路迷茫 做清训周期长 见效慢 风险大于收益 职业俱乐部其实想做 也顶多从13岁开始 可实际上真正的职业球员 应该从6岁开始就打好基础 这段空白谁来填补 怎么保证质量 从底层到顶层 没有一条畅通的路 有的是某一段看起来遍地黄金 有一段又悬崖万丈 有一段到处地雷 还有的直接就是死胡同 现在社会 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 两代六口人 照顾这么一个宝贝疙瘩 没有人愿意拿自己孩子的前途去冒险 中国足球抓清训是真理 但如果不把这条路打通 情绪的地基 就是永远打不扎实 说到清训 又不得不把中国足球的 又一个潜规则给揭开 教练员是一个球员的老师 一个老师的能力和品行 直接影响一批学员的足球路 甚至人生路 是不是走得远 走得好 走得正 在中国足球 目前的教练员培养体系里 职业级A级B级是中国足球协统一组织 从C级往下的教练员培训 则是各个地方足球 自行组织 有时候地方足球 组织的教练员培训班 会把招人以及培训的权限 再委派给合作的机构 这里面的弯弯兆太多了 由于拿到D级症 才能促持青少年培训 而一般能上到B级A级 职业级的 要么走了足球的绿色通道 要么是带队 取得突出成绩的基层教练 这就导致往往C级和D级教练员培训 是黑母重灾区 譬如某位前国字号主教练 在D级班培训时 给学员明示 只要叫两万块钱保过 交钱就能通过培训 达到证书才能执政上岗 这就导致在这些一个月 只能挣几千块钱的基层教练眼中 他们很容易认为收钱是理所应当 而基层教练们潜规则的对象 就是家长 部分基层教练在外面消遣完 会打电话让家长去买单 而更多的时候 基层教练会打着各种旗号去借钱 结果也自然是只借不还 当然这种不良风气不仅仅存在于基层 同样存在于一些职业俱乐部的梯队中 就算是俱乐部或足效 三令五阵强调教练员不能吃拿卡药 围着直接开除 但很多教练并没有绷紧这根弦 哪怕是一些见过大场面 挣过大钱的前滚脚推下来带梯队 也很难逃过这些诱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不少梯队除了特别突出的三五个球员之外 其他球员用谁不用谁 水表现的机会更多 往往就会跟潜规则有关 而这种潜规则也常见于职业联赛 老总主教练领队 本球员签字费年薪的情况 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从基层到俱乐部梯队 再到职业队 都摆脱不了潜规则的影响 这导致了有些不想同流合污的家长 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孩子走这条路 而这种潜规则 也同样决定了某些球员 在最需要比赛的年里 只能荒废在替补膝上 最终命燃众人 中国足球搞不上去 跟整个行业乱象频发 有很大的关系 但中国足球的种种乱象 又是整个中国体育的一个缩影 多名昔日为中国代表团 在奥运会取得成绩突破 做出贡献的重量级官员 同样在过去一段时间 相继锒铛入狱 其中把断圈给牵扯进来的刘爱杰 也跟杜赵才一样 是身居高位前四双手 而在我们吐槽 本土球员成为外援的配角 缺少挑大量的机会 球员吸水太高 不愿意走出来 联赛的保护上 联赛给国家队上路 在大赛前用尽各种手段 去豪赌的时候 这些都是足球的问题 但也不只是足球的问题 杨明看了上面这些描述 是不是也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足球不光是世界第一运动 也是职业化程度最高 受众最广的运动 真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 无足遇到的竞争力度 是其他项目完全没法比的 而与很多国家是重点发展 男子三大球 加田径对中影响力 比较大的项目不同 我国的奥运战略 和奥运争光计划 是一对金牌术方面 更容易得手的 小 灵 青 女 项目 作为突破口 在体制内进行大量政策 和资金的倾斜 反观影响力最大 但成绩上 难以取得突破的男子三大球 早在30年前 就已经被体制放弃了 才被迫开启了职业化进程 职业联赛开始之后 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 为运动员 教练员 带来了更好的待遇 但中国足球也失去了 通过举国体制的 体攻对模之下 去培养球员的捷径后 中国足球至今都没有建立起 经受住考验的培训 和选拔机制